HELLO 粉絲團的車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安裝的車種是B4的GOV 這台是6代的 這台的話算是改款後之後的7代 今年的8代也即將上市了 這台車的車主改裝得非常漂亮 像後大包還有鋁圈的部分 鋁圈的J速它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的整個輪圈降下來之後的氣勢是非常好看 而且這個胎是很很棒的輪胎 這條胎是PSS 那它本來的避震器是原廠的規格 那GOLF車系的話我們應該也有開過直播 所以這個車款的話前面上座一樣 KT是有附上座的 所以前面的上座啦走場之類的話 就不需要再拆下來使用 後面的話呢 它的後面GOV從4代 4代5代6代7代呢 它的後上座都是有一顆專用的形式 那後上座的話呢就需要沿用 後彈簧的上橡皮還有下橡皮的話呢 也需要沿用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懸吊機構 6代的話它的前面的羊腳一樣有分大羊腳跟小羊腳 那這一款的話是1.4TSI 所以它的羊腳的話是55是大的 後面的懸吊系統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感的懸吊系統 6代跟7代的有不少的地方是有改變的 6代的話它的是固定在羊腳跟5代是一樣的 7代的話呢它的固定點後避震器的固定點就變成是在下屍壁了 所以它的後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我們所配置的是6公斤 那這個版本是道路版的 所以它的筒心呢我們是做細的 然後它的阻尼調整機構呢是在上座 這裡有一個要沿用原廠上座 它的上座的下方呢有一個阻尼調整機構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外面往順時針的話 這樣就變硬 然後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那這個防塵套呢是因為這個軸心是細的 所以這個防塵套是做專用的規格 它的密合度的話是相當的好 然後調整機構的話 這個地方呢是在調整車高的齁 所以它原廠的車高呢大概是輪胎上緣到葉子板齁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那今天並沒有要降很低 大概降個半指幅到一指幅左右 所以車高降下來大約會是落在兩指幅到兩指幅左右 那這個懸吊系統 最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安裝的時候彈簧千萬不要預載壓縮過多 如果預載過多呢怎麼阻尼轉印這邊呢 怎麼調都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的問題 甚至是會有造成筒身受命縮短的問題 所以後面的調整機構的話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它的彈簧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那一般來說它不會太鬆 就是它的筒身呢 如果整體長度調的太長 它這個地方是會有間隙感 所以不太會有這樣安裝上的失誤啦 通常都是筒身縮得太短 把這個支幅呢把它縮得太短之後呢 造成彈簧欲壓縮過多 所以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而且這個也有側裙 也有大包很漂亮 那前面的話也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車頭也很漂亮 前面的它算是一個麥花繩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四八公斤 上座的部分的話 在這裡 上座 它是有一個凸起塔頂 那塔頂的話 如果我們用原來有LOGO的 那一個KT的調整鈕呢 它的外勁比較大 車主呢 車友在調整的時候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把它改 chang銀色的一個 比較小的調整機構 可是調整的方式呢 一样顺时针的话变硬 拧时针的话就变软 所以上座的话它是三颗螺丝 可是五代六代它的上座的规格是一样 七代的话上座的规格就不太一样 而且它的桶生的长短呢 我们也做的不太一样 七代的话会稍微短一点点 六代五代的话规格比较行程比较长一点点 反倒是会比较好发挥 这个是1.4的涡轮引擎 配上DSG其实它的节能效果很棒 那它前面的话离载串部分 就直接沿用原厂跟KW或者是贝斯等一样 不用再改离载串了 就直接用原厂的离载串就可以了 就直接用原厂的离载串规格就可以了 五代跟六代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可以从卡前的形式来辨识它的羊角大小 那车友我们在车友里面也有很多人 对这样的辨识都很厉害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比较正确的方式 应该是用车身号码来辨识 这个1.4的涡载它的羊角是15的 是大的 至于阻尼用料的部分 KT的上座的轴承呢 所选用的上座轴承是日本KOYO的轴承 里面的Zunio所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Zunio 油风的部分是 一样是日本OK知名品牌的油风 车高的调整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它是统身可调的 所以可以从这个银色托板把它旋松之后 它的蓝色脚管往上缩短 它的车高就变低了 脚管往下延伸长度变长 车高就变高 预计等一下车高的话 原厂是30幅左右 也是降低大概降低到2指幅 或者是两指半的位置并没有降得很低 所以这台车即便降到半指幅左右 后轮的话它有一个偏心螺丝是可以调整Camper的 所以如果降低到半指幅甚至一指幅呢 都还是不需要改装仰角调整器 除非是要降到非常非常低 或者是轮胎坐的角度有比较特殊 才需要上仰角调整器 公司里面针对Golf车系 我们也有这台七代的话 可以给车友们试程 如果Golf的车友有兴趣的话 也很欢迎前来试程 这是六代 而且也有上尾翼 还有这个应该是PAPAGO的Golf的家族 Logo 这个旅选也很漂亮 配上那个PSS真的是很棒的轮胎 整体都有加分的效果 现在只有剩下左前还没有安装好 OK 以上是今天Golf六代的安装直播分享 如果车友们对产品有任何问题 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络 或者是很欢迎到我们KT的工厂里面试程 那北区中区南区应该都有办法安排试程车 让车友们去试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拜拜